我是Jory Paul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好时间是8点05分56秒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各位请到的是 师范大学的政治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 范教授来帮我们来解读 最近台湾的选举当中的三组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 以及国民党即将推出的不分区立委 怎么比较各个政党 特别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大政党的不分区立委 在政党票上面的消长所造成的后续的影响 范教授已经在现场了 谢谢范教授您在 客戈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请来找 非常谢谢 我记得在马熙会之前范教授就帮我们做过分析 现在回顾起来还十分精准 范教授我们先看 因为下个礼拜一开始正式进入战场 三组候选人已经出炉了 您怎么评论这三组候选人 他们在选情上面所造成的冲击呢 我想当然这个礼拜大家所关注到 就是三组候选人的副手都出现了 那副手出现当然大家就会去比较说 这三位副手到底对三位候选人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或者加分多少互补多少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对这两天所特别关注的一个议题 是好那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一组一组来分析好吗 而且这个范老师已经做了个表格 还有评分还有这个解读吗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这个时间会比较充裕一点好吧 我们把这个三组副总统这个人选都已经推出之后 这个朱立伦跟王如璇宋楚瑜家徐心盈 以及蔡英文跟陈建仁之间的这个搭配 究竟副手对于总统的选举到底有没有影响 我先请教范老师 通常大家都认为副手其实除非太过分 应该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一次呢 看得出来这一次 好像这个陈建仁跟王如璇都说 他们不想当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手 因为他们没有声音 所以我们好好检验他 我看徐心盈也不会没有声音吧 不过徐心盈昨天来到我们节目 他们还希望宋盈佩能够要升到第二名 再去直逼第一名呢 所以这个选举会不会因而沸腾起来 会有不同的方向呢 这个马上也回来了 我们请大家继续锁定 师范大学的政治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 给各位所做的精彩的分析 好我们今天呢 这个在这一段节目当中 师范大学的政治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 要帮我们分析三逐候选人了 我看您做了蛮多的评比 这个帮我们来仔细的平息一下 他们的这个优缺点好吗 好其实我昨天晚上大概看了一下 三位副手的这个条件 我大概从七个面向去看 他们有没有互补性 表示我昨天还蛮用功的 谢谢 我先从这个哪七个部分 一个是从年龄 一个是从区域 然后在他的专业 然后性格 然后两岸 然后宗教 还有一个国际 其实蛮广泛的 非常完整 首先从年龄来讲 当然我们从三组候选人来看 其实当然我觉得 朱立伦跟王若玄是最没有互补 因为他两个童年 都是54岁 那蔡英文跟陈介仁是有互补的 因为蔡英文年龄比较小 59 那陈介仁64 那我觉得就是说 蔡英文一般的人感觉是 他的这个行政经验不够 那可能不够老陈 那陈介仁相对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有点互补的效果 因为他比较老陈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宋楚瑜跟徐晋宁 当然互补性就更大了 因为宋楚瑜73岁 是所有最老的 但是徐晋宁是最年轻的副总统 43岁 两个人大概差了30岁 就差了一个世代了 所以从年龄来讲 我觉得蔡跟宋都是有加分的 再讲区域 区域我觉得朱立伦也没有加到分 因为朱立伦跟王若玄都是台北 可是他嫁到嘉义去 对 但是嫁到嘉义去相对讲 他好像 我看得见他跟嘉义之间的互动 不是那么的密切 好 那相对来讲 就是说像蔡英文 因为王若玄后来 几乎都在北部工作了 对 那蔡英文这边的话 因为蔡是台北 但是陈建仁是高雄 特别是白派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很在地了 虽然他念书在台北念 对 那在宋跟徐的话 我觉得这点就也没有加到太多分 宋当然是以北部为主 那徐的话是新竹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宋他长期在客家扎根也很深 所以我觉得宋跟徐在这个区域上 感觉从同志性蛮高的 所以区域来讲我觉得还是蔡领先 是 那再来是专业 那朱立伦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会计 那王儒学是法律 改为就是法商这一块 也算有点差别了 但是差距不是很大 当然王儒学在这个就是在富佑 或者是劳工这一块 但是还是同样的领域 那相对讲宋跟徐 宋主义也是法政外交 那徐训音是这个相对比较大了 因为徐训音是土木工程 这就有互补到了 我觉得这个宋这边加分比较大 那蔡英文跟陈建仁也是蛮大的 因为蔡是法律嘛 陈建仁是生医 所以从专业来讲 我觉得蔡跟宋都加到分 那性格来讲 王儒学跟朱 我觉得相对来讲 朱立伦给他比较柔的感觉 比较这个决策不是就是想太多 那王儒学感觉是法律人 相对讲比较强势 那如果一个元首是一个比较弱的 那副手是一个比较强的 这个我感觉反而会彰显出 这个朱的这个角度 王儒学讲话真的很快 因为我昨天看他接受电视访问 好像那个快转 我心里想帮忙打字幕的小姐 一定很辛苦 所以怪不得朱立伦会说 请王儒学讲话慢一点 你的意思其实现在 范教授提醒我们大家 现在看起来在画面上 王儒学蛮强势的 甚至有点可能宣兵夺主 你说跟朱立伦的比较温和相比 所以反而会凸显 朱立伦比较没有那么决断性 所以我觉得从性格来讲 王儒学也没有加到分 但是相对讲 我觉得蔡英文跟陈建仁就加到分了 因为蔡英文比较冷漠一点 给他冷冰冰的 那除了昨天的这个 可口姐的专访 让我们看到另外的 那在新闻追追追里面 他很不太一样的蔡英文 但是相对来讲 我们看到陈建仁 他那个 Tamara那个 face非常的好 大家看到他笑脸迎人 我觉得他弥补了蔡英文的冰冷 所以我觉得在形象上 性格上是有加分的 那宋楚瑜这跟那个徐欣仪呢 我觉得就两个都很强势 两个都党主席 对 所以也就是会反而让人家觉得 没有办法互补 那在两岸来讲的话 我觉得朱立伦 当然大家都认为他是比较 这个跟习近平见面了嘛 对 才能比较亲近 那王儒选 其实他跟两岸本来没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他 因为他的博士学位是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 这个这两天大家才注意到 对 为什么他会去逐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 因为有一个我的朋友啊 我看好像是大陆的人啊 他说这个大陆没什么法治 你去大陆读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干嘛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评论功不功允了 就大家注意到了 对不对 就两岸这一块 因为蔡英文跟陈介人 都是比较local本土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本土派这一块 对 那宋楚瑜跟徐晋宁 宋楚瑜是比较跟大陆互动 那从徐晋宁也是比较在地 所以他等于一抵消之后 就不是很凸显 反而凸显的就是说 朱立伦跟王儒选 在两岸这一块啊 就比较 好像跟大陆关系特别密切 那这在选题上 我觉得不是有利的 也不见得啊 两岸关系好 那个才能稳定 两岸和平啊 那这不就是朱立伦要打的牌吗 对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从年轻族群来看 其实我们看到前置 这个联合暴作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马锡会的民调啊 40岁以下的年轻朋友 对于马英九的表现 多数是不满意的 但是40岁以上 是比较多满肯定的 所以你看出来就是说 这个年轻时代 对于这个马锡会的看法 那在两岸这一块 我觉得特别从去年 三一八学云之后啊 这个年轻族群 其实他们的看法 跟现在的40岁以上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两岸这一块 当然会加分 可能还要再看后续 那再来就是说宗教 那宗教我觉得 朱立伦跟王璇璇 并没有太清楚的 这个宗教的这个事例 在后面之时 但是我们知道 陈建仁背后是天主教 这个当然就有加分了 台湾天主教徒多吗 我家 天主教徒不多 对 但是因为他是那个 什么什么歧视嘛 什么圣骑士 圣骑士 对 那当然天主教 大家会觉得说 特别就是像最近的这个 像这个教宗啊 他的一些表现 我觉得多少会 大家会有点信赖感 对 天主教的信赖 这个加持感很重 加持感 而且天主教 其实你在加上基督教的话 基本上他们是新约旧约 所以这个 还是会产生一个 一定的效果 但是宗教 从宋楚瑜这边 徐信仪 当然背后就是妙天 但是妙天 我觉得 当然妙天有一些信徒 但是这有时候是两面人 因为大家有时候觉得 他好像是一种民间信仰 清新宗教 对 不过徐信仪 昨天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他私下来跟我说 他说妙天才是传承 佛教的宗教信仰 他觉得外界对他是有误解 对 但是我们看许欣宁 在对于妙天的事情的 这个关系上 感觉他有点刻意 有点疏离 所以你觉得宗教的力量 可能是一些 私下组织的运作 对 我感觉是他不太容易 正面去跟他连结 那表示他还是有担心 可是老师 朱立伦他跟王儒璇 虽然没有宗教 很大的力量在后面 王儒璇说他 可能有点基督教信仰 但是他也拿香拜拜 他在第一天记者会 好像很这样说 但是朱立伦背后 有新云法师 对 但是新云法师 我们看到他看到 蔡英文说他是台湾妈祖 然后看到这个洪秀柱 又说他是这个 官司英 所以这个 我觉得新云法师 他现在的态度 这次选举 我感觉起来他是比较超然一点 对 看大概是 但是问题是新云法师是两岸派 两岸这个交流派 也就是新云法师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他跟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两岸派 目前到底我们怎么观察 这个马新会本来以为会加持到 国民党的选情 对不对 那现在看起来 从民调上是没有的 那朱立伦他推出了副手 这个副手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要对话 那一般我们在研究选举 特别是总统选举上 副手究竟在台湾的选举当中 有没有影响啊 上次连送那么超级的搭配都输了 对 副手这个对选举来讲 如果像我们看到这次蔡英文 他是成见人 其实就是一个安全牌 对 不要失分就好 对不要失分 但是安全牌来讲 如果能够增加更多的 这个附加价值 那当然更好 对 所以我刚才整个看起来 我觉得其实蔡英文 跟成见人的搭配 他的加分是比较多的 多一点 那其他两位 他们要避免失分 怎么避免房 我觉得就是 对就是王儒权 我们看到就是说 比较 大家都知道 他当过劳委会主委 可是当天这个国民党 在通过的这个 王儒权提名的时候 外面是一大堆 这个老公团体在抗议 对 对我觉得他真的要让 让让人家觉得 奇怪为什么 老委会主委是 大家在抗议 应该大家出来 感谢他才对 对 王儒权现在问题就是说 22K无薪假 其实跟他没有什么大关系 那么老实说 官场工人的诉讼 跟他也没有直接关系 可是 似乎在跟劳工的对话上面 他让劳工的 哀嚎声是很大的 本来这件事情 已经批行下来了 因为国民党最后也 江一华院长不是也 拿出就业安定基金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吗 那难道王儒权一个人要面对吗 我觉得王儒权 他昨天接受访问 然后电台他接受 Pub Radio访问 接受晚上 我看到他接受 一家电视台访问 他一直解释 一直解释 那如果劳工团体 一直抗争 一直抗争 一直这样子 把这个负面的咒骂 放到他身上 对他会是好还是坏 因为陈建仁被批评 抄袭问题 我觉得两天 好像子弹就没了 对 这个我觉得刚才 Koge讲 我觉得王儒权 他又让我们看到 一个法律人的 一个style出来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 台湾这十年来 从孙悦里面以来 这个法律人 其实大家的看法 其实有点不同的观点 甚至有点负面 就讲话有点 比较好像 太理性了一点 对 或者针锋相对 或者一直为自己辩护 对 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讲那么多没有用 对 所以你看陈建仁 他那个感觉 就是他的一个笑脸 大家就觉得 还有专业性 好 这个范世平教授 自己是老教授 你也写论文 那你们是社会学科 跟他们的学科不一样 到底跟抄袭 跟所谓的 抽露错误 注释上的书师 有什么差别 我们等一下 比较精准的来看一下 陈建仁教授 他的学生 指导的这位陈医师 他的这个论文 在cancer期间 投稿过程当中的 一个来回转折 礼拜一 礼拜二 我看到国民党 有人强烈的批判 但是昨天就已经 验兵洗骨了 所以这个问题 已经不存在了 你认为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时间是8点33分 11秒 我是周玉康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师大政治研究所的教授 范世平教授 帮我们分析 前面三组的 这个前一段分析到 三组 副总统候选人 在七个因素上的 互补性 看起来其实陈建仁 对于蔡英文来讲 是一个蛮加分的 一位人才 你知道吗 老师他因为陈建仁 他的camera face很好 然后讲话很有趣 所以他已经变 施奶杀手了 最重要的是 他的这个专访的收视率 跌破大家眼镜 他第一次上节目 就冲到了一个 几乎跟娱乐性节目 戏剧节目一样高的收视 我也很意外 其实我一开始听到 陈建仁三个字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在当 那个环保署长 卫生署长 卫生署长 整个科会主委 对 OK的 对 他印象没有那么深刻 对 甚至你说他什么 萨斯什么 好像就觉得 还要再想一下 那时候叶金川比他红 对叶金川比他红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反而这次 这个是水涨船 船高的因素 还怎么搞的 当然因为副总统人 还有我朋友告诉我说 因为来自齐山 那他是高雄排派创始 他的父亲是京都大学毕业 是 他几乎是一个世家 而且当年白派是国民党的 对不对 对 那对高雄人来讲 这是很大的荣耀 广金平也是白派 对呀 所以这个会不会也会造成 这个国民党在 这个白派势力的分裂 我觉得还蛮值得观察的 当然陈建仁他比较降低 他们家白派的色彩 最有趣的是 他的二姐是正宫干校音乐 还在喊话过 他的太太是南京人 对 他的太太的父母亲都是南京人 外省人 我昨天也问蔡英文 因为他上新闻追追追节目 我说你是故意找一个太太 是外省人的陈建仁吗 他说他不知道 他们定了案之后 就是陈建仁的太太 才跟蔡英文主席说 我是南京人 所以这些组合都很意外的 让陈建仁的这张牌是 还蛮有中间选票的吸引力 你认为呢 就感觉他会有很多梗出来 对 像那天就是说 一出来陈建仁的时候 网路上都在查说 什么梵蒂冈 什么骑士团 圣母骑士到底是什么 他在那边操作 或者在那边找一些资料 而且是网友自己在那找 对 然后就一些什么插画出来 什么他好像骑个马 穿着盔甲 就他比较 因为最近网路 其实对于蔡英文跟朱立伦 宋楚瑜是还蛮冷漠的 因为他们那几个都还蛮白开水 那我请教了老师 您看一下陈建仁教授 在他退出之后 第一天 邱毅蔡正元跟王玉米 都开记者会批评他 抄袭 然后什么 蛇鼠一窝 航蟹一气 后来第二天 好像邱毅还有加码吧 还是蔡正元 对不起 我忘了 反正就他们这几位 那到昨天为止 就已经没有对于陈建仁的抄袭案批评了 你认为 就是说这一波 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吗 对于陈建仁来讲 他的危机已经过了吗 我觉得这危机基本上不存在了 第一个 最简单来讲 如果陈建仁这个是抄袭的话 那为什么蛮久还要提名 他做中院院的副院长 2011年 对 如果有学术上 因为抄袭在学术上是非常大的瑕疵 甚至他连教职都不保 对 很严重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对于抄袭 其实有非常严格的定义 对 抄袭就是说 一般来讲 如果是一两句话 你是忘记 是恶意还是非恶意 所以恶意就是说 整篇文章就是 这个直接就抄 像之前我们知道 国防部长 杨念祖 他比较麻烦的是 那个是三分之二 是抄袭大陆军事专家的翻译作品 对 而且你没有引诸 对 这就是属于比较恶意的 那如果说你只是 一两句话 这个就是没有加上注释 那当然这个评审会看 如果说你是 不是非恶意的话 他当然就会让你补 那如果你是恶意 他根本就退稿了 不可能让你这个 这个刊登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像那个他投的那个 Canser那个期刊 是非常专业的期刊 大家都想登 为什么一登的话 像我们在学校 如果登像这么专业的期刊 你学校都有奖金的 是哦 因为我们的学校的平等 都按这个投稿期刊 看待数字 对 而且像这种期刊的话 很专业的期刊的话 甚至你很多老师 你就可以不用评鉴 你可以申请很多 你要申请很多的计划 就加分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严格的 对 像这种期刊的退稿率 都是非常高的 因为大家都 全世界的人都想 刊登这个期刊 对 所以说 如果说实在的 如果你今天有这个把柄 被那个主编抓到的话 那除非他恨不得 就是说把你退了 对 他没有必要给你 做求给你 那表示说 他认为这个期刊非常好 你的文章非常好 那瑕不掩瑜 然后我让你补这个注释 然后上 然后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了 是 这位是一位陈医师 他是台大医院的 也是医师 然后他的指导老师 里面有陈建仁教授 是其中之一 十位当中的一个 那他的 我 就说期刊论文 有所谓的第一作者 就是这位陈医师 通讯作者 就是陈杨半池 对 副院长 对 所谓通讯作者 就是这种重要期刊 要联络的时候 是联络这个通讯作者 是这样 对 然后陈建仁教授 是共同作者 对 那第一作者 陈医师 他一段注释 没有注释上 结果被要求修正 那杨半池 副院长 因为是通讯作者 他就收到了这个通知 后来就修正之后 再投稿 审核通过了 就刊登了 对 所以他等于已经是 被这个期刊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一般期刊 他通常是经由 两名的匿名审查 是是 审查通过之后 再经过编辑委员会讨论 共同讨论 然后会有很多委员 对 大家在看 有没有大问题 然后OK了 才可以通过 像我自己就澄清 就说两个匿名审查 都通过了 就到编辑委员会 被打掉了 这种机会都有 然后就不让你刊登了 不让刊登 也不能修正 也不修正 因为他觉得 就是说 可能他觉得 你的这个主旨 跟他们的期刊 不符合 那这个情况 所以说能够被刊登 其实他已经经过验证了 就是修正了 然后又被刊登了 等于你前面那个 所谓的书师 就已经被接受了 而且他等于是 由这个编辑委员会 来帮你 等于是帮你保证 对 因为编辑委员会 等于是一群人 都是世界上 而且不是只有在 某一个国家 他是全球的 这个相关的 比如说 研究的这个相关的选择 他们所组成的 对他们替你背书了 好 这是陈建仁教授的 这个背景 那被 国民党的 这个相关人士 指控 而且是几位特定人士 指控 但是今天我看到 报纸有报道 说有杂志说 其实他因为 又找私家侦探 去探 曾建仁的背景 因为上一次 那个苏嘉全很倒霉 就我知道苏嘉全的 农舍问题什么 次有马 英九的竞选团队 派专人到高雄去 去查资料 去拍照 去空拍 去底拍 去什么什么的 然后把所有资料公输给国民党的 这个作战的立法委员 那这一次 蔡英文很紧张 然后他就找了 这个私家侦探 不知道这个 这个是不是真的 但是 好像曾建仁的 这个当时的论文的问题 其实蔡英文也评估过 所以目前大概就 就比较 比较 比较 不会再掀起波桃了 倒是 国民党的问题 一方面是王如璇 怎么跟劳工团体 来做善意的对话 就他讲话 可能不能那么强势 因为候选人不能这样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去 他应该融合一点 对 应该去跟那些质疑他的 他应该走到那些 跟他质疑他的 对 我觉得他应该 接受一个访问 就是全部都是 劳团的 当时的那几个人 对 应该是 就针锋相对 然后他要解释清楚 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 而不是自己一直 为自己辩护 否则的话 这样下去很麻烦 第二就是 国民党的部分距离 委名单已经列出来了 各位有王金平 可是也有讨厌 王金平的胡竹生 我讲讨厌是引号 因为胡竹生说过 他们在换柱的时候的条件 是换上来的人 或者说副总统人选 不可以有笔画 很简单的 里面还有曾永泉 曾永泉几岁了 居然是储备人选 我们等一下请范士平老师 来帮我们做 政治学者的观察 8点46分19秒 我是周玉寇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的 范士平教授 来帮我们分析 不分区立委 刚才我们分析了 总统跟副总统的人选 王如玄跟陈建仁 各有被攻击的要素 但是范教授认为 陈建仁的所谓抄袭风波 它不存在 王如玄女士 她的人权奋斗的过程 早年其实是受到大家肯定的 可是进入马团队之后 有很多争议 她在对话上面 在弥评各界 对她的负面的评论上面 是不是要有一个别的方法 这个倒是我跟范教授 都有共识 接下来我们看 国民党的部分区 据说他们昨天 下午大成一团 是啊 我觉得这次国民党部分区 真是一波多折 朱立文 我觉得他在去美国之前 大概部分区名单 大概已经底定了 其实他本来是说 回来就要公布了 结果想不到 在美国的过程当中 民进党退出了 他的部分区名单 而且获得大家的 基本上是好评 对不对 所以使得 他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所以你看他一回来之后 除了要参加一些媒体的访问 他这是赴美的行程之外 做报告之外 就赶快要去做 这个部分区的乾坤大挪移 对 我们也看到各个媒体都在放话 其实是深蓝媒体 还蛮多放话的 所以看得出来 目前这些名单 还是一个派系妥协下的产物 像这个曾永泉 曾永泉也是 还有这样吴志阳 黄昭顺 曾永泉是马英九派 非要压下来的人 据我知道 王金平是王派的人 那吴志阳是吴博公的人 那黄昭顺是 这个高雄的这个人选 那他看这个名单 有几个亮点是专业的人士 对 像这个林立禅是这个 这点我倒是必须要肯定 新住民 对 因为民进党没有提到新住民 而且他是柬埔寨人 对 规划成为台湾人的 这点我觉得是要给国民党肯定的 对 然后徐玉仁 徐玉仁做年轻做公益平台 那曾明中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曾明中 是一个蛮开明的经管会主委 对 经管会主委 还有一个叫陈怡明 是这个有关于流行病学 他是医学界的 对 还有一个是王玉明 是这个儿福这一块的 王玉明他很麻烦的是 他在顶星的食安问题的时候 他一直帮顶星讲话 他这个无法磨灭的形象 我不知道国民党怎么看 但因为王玉明跟李贵明 本来是两个选一个 我个人倒觉得 李贵明的形象还比较好 但是他学法律 对 然后像这个军系就是胡竹生 老师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 胡竹生是黄复兴党部 对 黄复兴党部 黄复兴党部最恨王金平 他是把胡竹生放到那边 然后又是深蓝去投票 是不是 所以那个 投那个政党票 前两天国民党不是批评 那个陈建议是 他们是蛇属一窝 这个名词 是不是没有反过来用 这两个极端不同的人 混在一起 胡竹生 我看这两天 他也一直在上媒体 大家都也觉得蛮意外 怎么这两天 忽然发现他出来了 他蛮积极的 大家也是想争取不分区 不过我看大家都是 针对最近退降到大陆 去打高尔夫球的事情 质疑他 对 退降了很多钱 然后老荣民 苦哈哈 要回大陆 这个葬生 就是买股家乡 有的时候还要靠人家出资 帮忙啊 什么这都是事实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还有 还有像那个学界的话 就是那个所谓学界是 淡江大学的学务长 柯志恩 他是一个之前的一个媒体人 以前他主持电视节目 但是近几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教育界代表 这个国民党可能要说明 因为我跟他很多年没有见面 我昨天看到这个名字 也觉得很奇怪 对 就是说如果说他在学术界 像就是说像陈建仁讲 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 比柯志恩学术界 学术地位高的人蛮多的 好怪 可能必须要把他的 他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 要跟大家说说明 要不然就女生了 因为不分距离 我要排很多女生 对 有没有看到 好 那还有 那就我们讲 那个县市长储备人才了 对 县市长储备人才说 这个曾永群 曾永群已经68岁了 1947年出生 还要储备他两年以后选 那个时候70岁 也选屏东县长 对 这让大家觉得意外 这在骗谁 国民党如果说 派出这么 年纪大的人来选县市长 我看 对 我看民进党 大概是乐不可思的 民党如果敢这样子搞的话 就被K死了 那昨天我问了相关的人 这是马英九压下来的 非要他不可 我是听党内的人这样说 那黄昭顺 还有可能再去选高雄市吗 不可能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名单 说是 说是什么县市长 储备人才 我觉得是稍微牵强了一点 而且还有张立善 对 张立善 我的妈啊 还有傅宽吉的太太 这就是跟地方派系在妥协 对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当然国民党这支部分区里面 我们会看到有这个新住民 有这个 就这两枚 这两枚 对 那因为他们有2加2的问题嘛 所以他应该是排名到第18名 那据我知道连先生所推荐的邱毅 罗淑类跟蔡振元 应该都不在15名之内 那你觉得朱立伦到底怎么盘算 他敢压制连战 但是他不敢压制马英九 他也不敢压制吴伯雄 他跟吴伯公 马英九 王金平 黄复兴妥协 跟地方派系妥协 这就是不分区民代嘛 对 他的目的在哪里 嗯 我觉得一方面蔡振元 邱毅跟罗淑类 其实一般的民众 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的 但他可能可以吸引一些 比较深蓝的 但其实我们看到从去年 这个连胜文 就是他们三位的最大受害者 他们三位帮他 帮他帮他 结果 对 他造成这么大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朱立伦也知道了 他们三位 之前有说 我觉得在他去美国之前 有人说他们就有战斗力 所以好像是要找一个 可以对抗的人 对自己你知道 这三位其实都有很大的争议性 对 所以我们知道 我觉得最后 还有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也显示说 朱立伦来 从他眼中来讲 可能连战在未来 整个国民党内的影响力 是没下预况了 所以这个情况来讲 你觉得朱立伦的目标在哪里吗 我觉得他 基本上来讲 他希望这一次 这个能够和谐的 能够 各个派系都能够照顾到 能够 那他希望 我觉得他最希望 还是说他票数 能够比预期大高一点 我觉得他还是在做一个 党主席的保卫战 他 你觉得他还 他还想 我觉得国民党内幕 现在有一个主流声音 大家都认为说 明年蔡英文当选 两岸关系一定不会好 两岸关系不好的话 那国共平台就非常重要 所以谁能够成为 国民党党主席 谁就可以扮演 过去连战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认为朱立伦 这是出来选 其实最大的因素 也是希望不要 这个党主席的角色 被别人拿走 他也在做一个 党主席的一个保卫战 哇 这国民党问题多着了 谢谢潘士兵教授 精彩的分析 刚才那个七个元素 很棒 我们会上网 而且我们会在脸书上 给大家公布详细内容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